啊,又是美好的一天,现在是上午七点半,看一下身体指数,一切良好,精神饱满,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当侦探,把传说任务给做了,想要完成传说的任务,必须要找到对应的石碑,才能拼凑成完整的线索,目前这个白色恶魔我已经找到三个石碑了,还剩下三条线索没有找到,就从它开始了,我今天要去一些我没去过的地方,往西北方向,悬崖附近找, 发现了一个洞啊,这上面还有图腾,是蛇一样的图腾,这下面不会有蛇吧,我最害怕蛇 这条路,往上面走,就是到了海边,悬崖上了 这里石碑上到处都有这个蛇的图腾,这里还有块大石头啊,上面的图腾看不懂,但是有很多手掌印,就是预示我要把它推开吗 这里有条路可以过去,但是这石头挡住了,我又推不开 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对面那座山上面的 啊,这里有个石碑,刚好是白色恶魔的线索 我在附近的洞穴找到了剩余的所有线索啊 整个任务的谜底就快要被我揭开了 先来看看关键的几条信息 第一条信息,那是个警告,千万别进去,能在水上行走的地方 第三条信息,一头前所未见的野兽出现,吃掉了其中一个孩子 第五条线索,它就像恶魔般,没有皮肤却有着巨大的牙齿 这什么鬼啊,能在水上行走,那就是沼泽区了 而且能吃掉一个小孩,那除了鳄鱼还能有什么 我记得我之前来过这个地方就觉得挺奇怪的 你看这地上全是尸骨,这就像是一个大型野兽的巢穴啊 不过它有一条线索我没办法理解啊 它说它像恶魔般,没有皮肤却有着巨大的牙齿 而且这个洞穴里面除了尸骨什么也没有 哦,我录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众人在每个勤老的早晨寻找那头野兽 但是从未找到它,这不就是预示着这头野兽只会在晚上出现吗 我晚上七点钟过来的,在这里转了几圈 啥也没发现,连这鳄鱼都没看见 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我这都转了几个钟头了 现在都快十点半了 我一直在想,什么野兽会没有皮肤啊 那只有软体动物,马王,水母 但是不可能啊 线索上明明说的是野兽啊 吃人的野兽啊 那到底什么东西 这 这是一条鳄鱼啊 史前鳄鱼啊 这么大 这比我之前遇到那些凯蒙鳄 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 哎,完了 我今天晚上埋在哪,我都想好 哇,但是他走得好慢啊 是因为吃得太饱的原因吗 这是要摆给我的节奏吗 我打不打得过他 不是啊,你 你能不能稍微反抗一下 你不咬我两口,我都不习惯 哇 这就死了 兄弟,你这块头带给我的反差有点 让我接受不了啊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别人说没有皮肤了 白化的凯蒙鳄 皮肤成白色 那不就相当于透明吗 透明的感觉就会让别人觉得是没有皮肤的存在 这么大一头 挖下来的肉估计够吃几天了吧 哎,你瞅瞅 背包瞬间操动 挖了一只白色野兽的爪子 这个要拿回去交给长老子 挖了六块肉 够了 够吃两天的了 回去交任务了 来了,扣脚大汉 你要的白色野兽的爪子 你看你这是给我多少信任度 一百点信任度 哇,你真的扣啊 我辛苦两天就攒了四百的信任度 还是不够啊 哇,你连干粮都不给我啊 今天 告辞,太扣了 我上次做的这个熏肉件 我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 我没有搭棚子 天天下雨的 我这肉怎么熏得干啊 不行 明天我得把这房子好好的设计收集 重新修筛一下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